各位天父所爱的儿女们 平安 今天我们以预先录制的方式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继续我们的主日崇拜 教会暂时没有办法 狙击崇拜 然而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 借用现代科技的 继续守主日 有崇拜 因为越是在这样的一种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更要紧紧的 依靠我们的上帝 求他保守 施恩 掌管整个局势 我们最不想看到的事情 临到了了 自从冠状病毒疫情 肆虐全球以来 我们经历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措施 许多国家相继的封城 为要遏制疫情的扩散 结果 结果各行各业 纷纓纷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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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纷报 人称这次的病毒是隐形的世界公敌 它的杀伤力是方方面面的 医疗服务业 宇航业 交通业 贸易 股市 旅游业 饮食业 建筑业等等 我们求主 怜悯 让我们要将这一切的民生问题和大流行病的威胁带到上帝的面前 更重要的是将我们内心的担忧不安带到上帝的施恩宝座面前 就让我们再次洗耳恭听上帝要给我们的应许 以赛亚书43章 这里上帝的话说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拯救了你 我曾提你的名造你 你是属我的 你从水中经过 我必与你同在 你度过江河 水必不漫过你 你在火中行走 也不被烧伤 火焰必不烧着你 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 是以色列的圣者 各位 各位 这一番话 是耶和华上帝向被掳的以色列民说的话 上帝保证要召集领回他自己的百姓 当时他们遭遇的是国破家亡 困难重重 生死未卜 然而那不是他们的结局 因为上帝并没有撇弃他们 仍然要施行救赎 圣殿虽然不在了 上帝却在 圣殿的崇拜停止了 上帝向他子民的应许 却仍然生效 今天这位永不改变的上帝 这位以色列的圣者我们的救主 仍然向我们说话 就在我们面临这个变幻莫测的局势当中 在我们化整为灵时 他继续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 应许和承诺 首先上帝说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就输了你 我曾提你的名造你 你是输我的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要提高警惕 要保持卫生 要遵守社会责任 但是 不要害怕 你知道吗 惧怕恐慌 比疫情本身更厉害 它会使人失去判断力 甚至草木皆兵 上帝曾经救赎了你 他还要救赎 因为他曾提你的名造你 所以你是属上帝的 没有上帝的准许 就连你头上的一根头发也不会掉落 你知道吗 你相信吗 你不要害怕 或许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 因为向来不习惯 通过视频来参加崇拜 我们当中有人 对电脑科技向来是门外汉 不会操作 这段期间 人 却需要通过电话 通过视频 跟教会保持联系 还要在网上来崇拜 我们不习惯 我们会感到害怕 陌生 但是上帝说 你不要害怕 我在 只要上帝还在 我们就能够靠着他 以不变 应万变 让我们靠着主 来克服我们种种的心理障碍 同时 胜过各种的主然和试探 弟兄姐妹 不要害怕 上帝会为我们开路 各位基督徒的家长们 我为你们祷告 使你们在这个非常的时期里 能够兴起来 拿起你们做家长的属灵权柄 带领全家一起参加网上的崇拜 也鼓励全家 在这样的时刻 更多多依靠上帝 是的 崇拜的形式 可以不同 但是我们敬拜上帝的心意 却不改变 崇拜的场所 虽然不在圣殿 不改变 基督徒的群体 却不改变 因为我们是属上帝的子民 我们是奉着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在灵里面合一敬拜 我们这位上帝 除了上帝告诉我们不要害怕之外 第二方面上帝说 你从水中经过 我必与你同在 你渡过江河 水必不漫过你 你从火中行走 也不被烧伤 火焰 必不烧着你生 各位 这次全球性的疫情 我们不知道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我们不知道会延长多久 更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会受到感染 甚至伤命 我们也不知道 社会经济和各种民生的问题 会受牵连到什么程度 但是有一点我们是知道 那就是 上帝 必与我们同在 这是他亲口的应许 他说就算你从水中经过 我也必与你同在 所以弟兄姐妹 可能我们开始感觉到 水深火热了 我们很多人的工作 我们的生意 我们的很多东西 都受影响了 听着上帝今天 给我们的应许 这宝贵的应许 他说 我与你同在 当年以色列民在被褥期间 一直到他们归回家乡 他们就是经历了上帝 信使的同在 带领他们整个民族 走过历史性的时代 各位 以后的世代 不会忘记 2020年 单单这两三个月 我们就经历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措施和局面 很多国家 相继 封国 封城 封锁边界 停止不必要的出国 包括 减少不必要的出门 到处想起警钟 我们每天追踪的头条新闻 都是跟这个冠状病毒有关 世界 全世界 被逼停止 忙碌的运作 要共同对抗病毒的祸害 上帝 对我们这个时代 肯停下来 听从他的人说 你从水中经过 我必与你同在 你渡过江河 水 必不漫过你 你在火中行走 也不被烧伤 火焰 必不烧着你神 你相信吗 你很像上帝 支取这样的应许吗 耶稣在马太福音 第十章二十八节里面也说 那杀人身体 但不能灭能灭如源灵灵灵灵灵灵无 av 无羊契 生命在主的手中 我们永生的盼望在主那里 你相信吗 第三点 上帝给的应许说 因为我耶和华 你们的上帝 是以色列的圣者 你的救主 各位 生活不是等待风暴过去 而是学会在风雨当中 平静安稳 除了在患难中 没有别的地方 可以学习信心的功课 患难使我们更依靠上帝 上帝一直教导我们 依靠他 让我们把他紧紧地握在手中 让他也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 把所有的难处交托给他 由他来照顾 上帝 必为我们开路 因为以赛亚书第43章第11节里头 他进一步地向人宣告说 我 唯有我是耶和华 除我以外 没有救主 各位 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 神为你开路 有一个很感人的创作背景 诗歌的创作者 段莫文 他当年 是借货了他妻子的姐姐 一家人出车祸 四个外甥和外甥女 被抛出车外 伤势严重 其中一个外甥 当场死亡 当后来回顾 这整个事件的时候 他自己这么写道说 商礼结束之后 我和这一家人坐在一起 我环抱他们 我和他们一起痛哭 我流着泪告诉他们 上帝给了我一首歌 要献给你们 于是 我就开始唱 神为你开路 即使前方已无路 各位弟兄姐妹 这首诗歌 神为你开路 当时安慰了在悲痛哀伤的那一家人 接着下来 很多年了 这首诗歌 也不断地成为 许多在苦难当中的人 的盼望和安慰 让我们这时候 在听完这堂讲道 看到上帝 给我们的宝贵应许的时候 我们要一起唱这首诗歌 而且相信 上帝 会为我们 开出一条新的路来 阿们